我們來到研究院路上這間富南宮 其實這間富南宮它非常在我們這裡的南港在地 是一個很重要的信仰中心 那我們現在就來請教我們的吳老師 來為我們介紹一下這間廟為什麼如此重要 是 南港富南宮當地人都把它叫做南港媽祖廟 媽祖廟 那它現在是以共和媽祖為主神的廟 但是當年最先開始不是這樣 最先這個廟是在我們南港有一個地方 原來叫做三庭寶筆在山上的 那後來土地公廟因為在軍方 軍人裡面 本來裡面大家要拜都不方便 所以就收到這裡外面 那外國後他們就覺得說 因為以前要拜媽祖 都要去北港 新港請媽祖婚姻來這裡拜 就不會說不然我們自己爭媽祖來拜 拜古大家被認同 因為它還蠻靈驗的 就我們就說 南港如果沒有媽祖廟 這間就是南港媽祖廟 所以它是這樣子來的 那先講說 土地公廟 土地公 我們現在常常說山頭山部會特里公 意思是說 我要拜其實很方便 到哪裡都可以拜 但是早期不是 舊華人的文化裡面 土地公最早是有土地所有權的人才可以拜 在下草的時候 他皇帝這樣規定 你有土地所有權才可以拜土地公 那這就延伸一個問題 因為曬土之兵 孟輝王子 所有的土地 通都皇帝 當然他可以拜 他有所有權 那其他這些 就算大官 你沒有所有權 你也不能拜 除非有極少數的 因為什麼功勞 皇帝賞他幾塊地 對不對 他也可以拜 所以全中國能夠拜土地公的人 其實非常之少 那延伸下來的問題是 民間認為說 不對啊 因為我們一個人從出生到人生 最後一趟去山上 那所有吃的 喝的 穿的 什麼通都從土地而來 我應該感念土地的恩責 我應該拜土地公謝謝他才對啊 可是皇帝所有 土地所有權的人才能拜 那這兩個官吟就互相激淡 一直到了春秋戰果的時候 皇帝讓步 皇帝讓步 我們現在談的是歷史 那皇帝怎麼讓呢 他說這樣好啊 我知道你們有很多人都想拜土地公 那這樣好不好 包括我們這些官員 現在沒有土地所有權的人 一樣也可以拜 那怎麼拜呢 這些官員就請他們到一個村落 這個村落原則上有一百戶人家 要回到從前 一個村落有一百戶人家算蠻大的村落 你去那邊跟他們做成本 那現在延伸下來就是說 官員要來參加拜土地公活動 中頭這麼多人 那總會有人出來主辦嘛 這個主辦人很有意思 他是一個官的名字 關名叫做富郎 我們現在去看那個選舉的時候 常常有人上台就先講 各位富老兄弟親妹 各位富老兄弟姐妹 其實富老呢 當年是一個主辦 拜土地公活動的官員 也幫忙這個地主管這個地 那春秋戰果的時候 那個時候拜土地公 然後結果還可以聚會 尤其是變成我們現在民間 所謂的吃土地公活 拜土地公活動的時候 一起信眾一起聚餐嘛 民間叫做吃土地公活動 這個習俗的由來 而春秋戰果更妙 那個時候你要拜土地公活動 再一起吃飯 是由政府被預算的 是喔 對 由政府被預算 那土地公在台灣的 如果說回到南港來講 南港地區他們曾經做過統計 南港地區的宗教信仰 事實上是非常恐慌的 它有一關道有基督教有天土教 還有各式各樣的宗教 那但是如果就以廟宇的主神來講 最多的是土地公廟 最最多的是土地公廟 那我們這個廟剛剛提到的 最早就是土地公嘛 今天都多說你公信 所以剛剛可以看到 共作上有那麼多豐盛的共品 是信眾拿來拜拜的 所以這樣子看下來 老師我覺得就感覺 就是南港這個地區啊 就是民眾的這種 在地的連結性感覺很強 對 因為我們剛剛一路這樣看下來 對 而且因為它涉及到 對自己鄉土的認同 其實它沒有那麼政治 如果我的主席人敗得到 我就覺得我有感情 是這樣子啦 那至於我們這邊的富南宮 現在被沖回媽祖廟 我們來談一下富南宮的媽祖 很了不起 因為我們台灣 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在北台灣 它叫做北台灣媽祖文化吉 已經辦了十幾年 當年最早是未來的台北城 清朝的時候蓋了台北城 要辦活動 要紀念活動 結果大家在說當年蓋台北城的時候 那個媽祖到哪裡去啊 然後延伸辦了一個 北台灣媽祖文化節 它的活動範圍很廣 大概是從苗栗 因為清朝的時候台北府 大概從苗栗 然後往北新竹 到桃園 新北市 台北 一直到基隆 宜蘭 這麼大一個範圍的媽祖廟 都會來參加 而我們這個富南宮 在民國97年 也就是2018年 它主辦了北台灣媽祖文化節 那也可見它的影響力很大 因為一般辦一個 北台灣媽祖文化節不容易 這範圍太廣了 要的宮廟太多你知道 也不是說有錢就能夠辦得出來 包括它的 要資金 還要能賣 對 通通都要 然後關心要好 對 對 對 所以是很有人意的一個 這麼一個廟 我們應該也不能小看 還有一些香客來拜票 剛來的搞不清楚說 奇怪 我們這位媽祖 為什麼在他的邊旁 還同時奉事寶儀大夫 他其實有一個故事 他是因為 在日據時代 在清朝還有日據時代 他們在農曆正月 贏了什麼時候 因為南港這邊也種茶 很重要 我們都知道南港的茶葉很有名 那木渣那邊也種茶 所以他們呢 因為當時沒有奉奉寶儀大夫的金身 那他們就每年 有個千萬要贏老街 就去木渣的中村廟 請寶儀大夫分身來這裡 要做一個繞進遊行 那後來因為剛剛提到 這個廟從山林波壁 就南港的山林波壁 搬到這邊來 搬到這邊他們就這樣說 能不能就幫寶儀大夫 那供奉一個金身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是這樣子來的 他見證當年寶儀大夫在這邊 幫了大家茶了多少的忙 有這種很特殊的歷史 也是見證了這邊的這個茶 就是製茶的這個產業的一個歷史 種茶製茶產業 跟寶儀大夫是很多關係的 像這個在那個蟒嘎 門甲的青山宮 我們常常說 蟒嘎青山宮大樓間 他那邊他一樣可以拜寶儀大夫 也是因為清朝的時候 那個寶儀大夫金美這邊 跟木渣這邊的寶儀大夫的影響力是很大 大概在北台灣地區很多地方 只要不用駕駛的 就像我去那邊請寶儀大夫來這裡做電影 所以從這裡看得懂 就看得懂 那個門甲那個這樣 為什麼也有寶儀大夫 他一陣子 你覺得說駕駛的都這樣 就是這個意思 老師 那這間廟 你剛剛講了這麼多他的故事 那他除了這些之外 他在地還有什麼 他一個特殊性 有 我們這個富蘭宮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他有一個 應該叫做半年節 就是滾了六月找人 那天晚上半夜11點開始 這裡 因為我們民間習慣說 這天開天門 通過保運 求福氣 所以他這個 在農曆6月6號就晚上 晚上11點 這邊就開始有活動了 成開部業 一直拜到第二天 這是這裡很特殊的一個習俗 那你到這邊來 他們會請你吃壽麵 吃湯圓等等 非常的熱鬧 是很少見的一個廟宇的夜間活動 那這個半年節 老師 你剛剛說是在6月6號 對 榮麗6月6號 那這個半年是每半年辦一次的意思嗎 對 所以他們大概因為 沒有 他們怎麼應該叫做半年節 就是說正好6月嘛 在一年的中間一半 對 所以它把它叫做半年節 其實是榮麗6月6號 它一年只辦一次 因為一年只會有一個榮麗6月6號 對 就是這樣子 就是在一年中 這個特定的6月6號 然後舉辦這個夜間的一個 很特別的活動 開天門 沒辦法叫開天門 開天門 開天門 據說這天可以求得好運 可以補運撥運蟲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時間 民間信仰 但是一般的廟宇活動都在白天 它是晚上 所以可以想像到時候那個盛況就是說 雖然是深夜 可是還是附近很多人都會特地來這裡 參加這個活動 對 非常熱鬧 老師 那我們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那南港地區會可以這樣子發展起來 所以它是不是就是跟這個 我們這個以前的這個基隆河 它的運輸也是有關係 對 因為南港地區 我們都知道它當年有煤礦業 有茶業的活動 這是最主要的活動 但是這些活動基本上都要透過基隆河 跟外聯繫 還有包括它的裝窯業 修圈 那所以跟基隆河是很重要的 那基隆河這個河很特殊 它在明朝重溫皇帝五年的時候 才被西班牙人發現 所以基隆河最早的時候 它的名稱不叫基隆河 是西班牙人幫它取的一個名字 叫基瑪遜河 翻譯名稱 叫基瑪遜河 那西班牙人發現基隆河之後 整整過了半個四季五年了 大清帝國才來到台灣 那大清帝國也搞不清楚 這套河到底叫什麼名字 所以呢 那個時候它有各式鋼的名稱 文献可以看到 這套河有時候被叫大河 有時候被叫大溪 有時候被叫大溪 甚至還被稱為叫淡水河 通通都有 那等到日本人來的時候 189年日本人來了 他當時到台灣 他就已經知道基隆有產殺金 恰恰有錢嘛 所以他就派一個工程師 做基隆河有系統的調查 這基隆河有系統有規模調查 第一次正式的調查 這個工程師名字很有趣 我們男生有時候會開玩笑說 好像很厲害很神有 幾次幾次 這個工程師名字叫做石井 石頭的石井水不換河水的井 叫石井八萬次郎 夠厲害吧 好 那這個石井八萬次郎 他就把基隆河做個有系統的去調查 但是他在總要做個報告 做報告的時候 基隆河還不叫被基隆河 有時候他在報告裡面 有時候把它叫基隆溪 有時候叫基隆川河川的川 有時候叫基隆溪川 那基隆河現在我們常講的 基隆河這三個字 是什麼時候才開始 目前所能夠看到的地圖上 日本人留下的地圖 是在大正15年 也就是中華民國15年的時候 有一張地圖叫做大台北地形圖 那在大台北地形圖裡面 我們第一次看到 現在稱的基隆河這三個字 所以他被稱為基隆河 其實歷史也不是很久 中華民國15年嘛 大正15 那其實也不是很久 差不多就將近100年而已 那基隆河他滿特殊的 台灣最長的河流是走水溪 流域最廣的是高坪溪 那淡水河是全台灣第三大河 而基隆河他不過就是淡水河的支流 可是很有趣 在全世界河流的開發史上 基隆河流民 只有它流民 為什麼 因為基隆河的開發跟人家很不一樣 一般人 因為早期溶岳灌溉等等 都是很能工的方式嘛 所以比方說我到了一個地方移民 我一定是找著那個河邊 但是靠出海口的地方 也就是下游 因為下游一般來講 河流地勢比較平淡 比較容易去耕作 取水方便等等 所以我就先來 我就站著河流的下游 而如果第二個人來 它只好在晚上 第三個又晚上 所以基本上一條河流的開發 是從下游往上游開發 很少例外 但基隆河例外 基隆河是從上游往下游開發 所以它在世界河流開發史有名 它必須 這我們必須特別提到它 基隆河的開發是從哪裡 從三條嶺那邊開市 三條嶺 我們知道三條嶺 那是西班牙人發現的 因為那個 西班牙人當時也搞不清楚 這個地方叫什麼名字 它把它叫做聖地亞哥 所以三條嶺想像是一個聖地亞哥 後來因為轉陰 轉陰叫做三條嶺 那基隆河是從上游往下游開發的 基隆河大概從 它是在新北市平溪那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叫 觀音山 觀音山 觀音山的本來有一個棟叫做觀音棟 它是從那裡開始老的 那大概從發言一直到 瑞芳正江通常沖為上游 學術上老會被研究 大概沖為上游 從瑞芳一直到南港 沖為中游 南港以下就是基隆河的下游 所以也可以看出南港方面的重要性 是它從下游往上游開發的 這基隆河蠻特殊的一點 跟各位分享 謝謝